受疫情影响百业萧条 不少人的生计送到严重的冲击 卓西乡公所宣布 为了减缓疫情对乡民的冲击影响 依据花莲县卓西乡提振经济 及关怀乡民礼金自制条例 凡涉及满一年以上的乡民 都可以获得5000元的关怀乡民礼金 补贴乡民购置防疫以及生活用品 花莲又有乡镇要发放关怀礼金 卓西乡公所表示 因应COVID-19病毒的疫情已经超过两年 有乡民的生活以及工作受到影响 为了减缓疫情对乡民的冲击 乡公所依据花莲县卓西乡提振经济 及关怀乡民礼金自制条例 提出发放乡民礼金提案 已经在6月6号的乡待会中获得通过 在7月23号上午8点到下午的3点整 在乡内6个村聚会所全面发放 本人亲自领取 麻烦乡亲请贷国民身份证正本 印章供查验 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3点整 在我们本乡各指定的地点发放 听到说7月23号要发放每人5000元的现金 左西乡的族人都非常的感恩 因为这个金额很大对于家中的小孩的很有实质上的帮助 目前花莲县13个乡镇已经有绣灵箱 封冰箱与光复箱等三个箱发放礼金 其中绣灵箱金额每人3000 封冰箱和光复箱则是每人1000 左西乡公所这次一口气每人发至到5000元 的确是陷下许多其他乡镇的民众 记者高商商卓西乡采访报道